这个月25号财政部开出的 五六月统一发票奖号 但专属这个云端发票的奖号呢 却被印刷厂的人员误值 事后财政部紧急重新上传 新的正确奖号 也宣布两次公布的奖号 都可以对奖 不过统计下来 多了一百多万人中奖 财政部全部认赔 这下得多值出约 3.7亿元的奖金 有民众相当不满 执意政府出包 为什么要全民来扛 对发票期待中奖小确幸 但这个月财政部却出大包 史上第一次误传奖号 导致国库得支出上亿元 反正政府出包 哪一次不是民众买单 这样就完全不公平 别人的错误 变成他可以拿那么多 那完全 网友痛批出错全民买单 这是税金 财政部要不要扣心赔 有人苦笑出包重传奖号 也还是没中 财政部解释 因为印刷厂人员 在上传奖号时 不小心把7月22号验证会议 留存的奖号上传到电子发票 整合服务平台 事后发现有误 26号才紧急将正确的云端发票 专属奖号重新上传 为了避免争议 两次公布的奖号 统统给奖 百万元有30组 2000元1.6万组 500元100万组 总共多了100多万人中奖 奖金约3.7亿元 那也不会影响到原来的 组别的中奖权益 这上我们还是继续依照 我们原来的规划来开奖 因为有些对奖的这个时间 可能会落在明年 如果他的领奖时间 是在明年的话 其实他会支用到明年的预算 财政部任赔印刷厂厂厂长 李孝春已经口头请辞 但庞大经费 全民扛仍引发民怨 记者赵报道 专家会忧心主要是因为 社区里还存在着感染源 来看到知名的首摇饮料店 约翰红茶 台北市内湖门市 前一天就传出了 公读生染疫 没想到这名确诊者 是连锁健身房 World Gym大直店的会员 上周更几乎每天早上都去运动 World Gym在大直店 紧急在7月27 26号到28号 停业三天清销 只是这已经是 World Gym两周内 第四间分店 传出确诊者的足迹 另外红茶店公读生的父亲 是美国在台协会的油漆工 已经打过了两剂BNT疫苗 却依旧确诊 目前AIT也扩大狂烈人员 针对场域清销 好几箱的饮料 推到健身房门口 却迟迟等不到 有人来开门 因为致命连锁健身房 World Gym大直店 早已关上大门 暂停营业 卧俊大直店带助 泡出有确诊者足迹 而紧急停业三天 而阵营是两周内 第四间分店 传出有会员或者是 老师染疫 从7月13号 健身房为减缝后 卧俊站前店 18号爆出第一个会员确诊 19号长春店 也传出会员染疫后 卧俊扬言提告 23号换内湖店 有氧老师确诊 加上26号的大直店 四间分店连环报 全东提业三天 紧急清销 因疫情影响 台北大直店在7月26号 已完成全面清销 7月26号到7月28号 提业三天 将于7月29号 开放会员运动使用 其实 卧俊大直店的确诊者足迹 就是前一天 传出染疫的连锁茶印 约翰红茶内湖店 门市公读生 上周几乎每天 早上六点到七点半 都到卧俊运动 他的父亲案15681 是美国在台协会 尤其公打过两剂BNT疫苗 依旧确诊 AIT也紧急匡列接触者 运作都正常吗 应该是吧 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昨天有看到 不过我想美国 他们大概不会 不会为了这个特别做事 AIT发出声明 强调爱与隐私 无法透露讯息 但已经和台湾指挥 中心协调控制疫情 消毒部分区域 期望把影响降到最低 接送一下黄明胜 台湾到 台北市长春国宾 隐城也惊传 有确诊者的足迹 北市府公告案15682 22号晚间 前往长春国宾 看电影黑寡妇 没想到24号 他就被公布确诊 现在不但影厅 12名员工被匡列 正在等待PCR的裁检结果 另外还透过实联制 要来追查 当时同影厅的10位民众 而长春国宾 也暂停营业三天 等到29号 才会恢复营业 隐城铁门紧闭 早场时段 也不见员工到场 进行开店准备 原来是长春国宾 经传确诊者足迹 不得不暂停营业三天 脸书粉砖 同步发文强调 26号隐城 已经闭馆消毒完成 还要观众记得 办理退票手续 而在同一栋大楼的上班族 听到这个消息 也吓了一跳 确诊的个案是15682 22号晚间 曾到长春国宾 看黑寡妇 没想到24号 就被北市公布时确诊 隐城员工12人 同场民众10人都被匡列 至于员工的PCR检测 结果还没有出炉 长春国宾隐城 暂停营业三天 预计29号才会恢复营业 和确诊者一起观看电影的十位观众 目前我们会透过和影城 以及中央调院实联队的部分 来掌握状况 保护措施做好 就不需要紧张 那尽量避免到这种场所 不急着说 开放说可以看 可以在电影院开放了 你们就急着看电影吧 全国27号降为二警警戒 但影城的防疫指引 仍然规定全面禁止饮食 而且每厅进场人数 以100人为上限采梅花座 一旦饮厅有员工确诊 则停业三天 若是有确诊者足迹 则成愿最少停业一天 该饮厅停止使用三天 长春国宾不敢大意 采高标准防疫 无非希望员工平安阻断 疫情过散 记者陈藏侯正伦台北报导 又有国家捐赠给台湾疫苗 捷克政府26号召开内阁会议之后 宣布将捐赠3万剂疫苗给台湾 成了立陶宛跟斯洛伐克之后 第三个送疫苗给台湾的 中东欧国家 大力支持赠台疫苗的 参议院议长韦德奇 推文说这份礼物 有重大象征的意义 也是展现政府 对台湾的一项支持 而总统蔡英文诚致 感谢捷克政府的及时协助 强调双方不仅是 自由民主道路的坚实伙伴 更是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 去年率团访台 台湾跟捷克互动密切 捷克政府召开内阁会议 宣布将捐赠3万剂疫苗给台湾 捷克是继立陶宛跟斯洛伐克之后 第三个送疫苗给台湾的 中东欧国家 外交部我们诚挚感谢 捷克政府宣布捐赠给我国 3万剂疫苗 这份及时持人的美意 深深地感动我们台湾 2,350万人民 会议之前原本捷克总理巴比斯说 捐给台湾是2万剂疫苗 但最后追加到3万剂 一手促成捐赠事宜的韦德奇 推特发文贴出捷克跟台湾国旗说 这份礼物有重大象征意义 因为台湾多次帮助捷克 这是一份回报 也展现政府对台湾的一致支持 外委会主席费选择赞赏捷克政府决定 台湾在捐赠名单内是正确的 这也代表了国与国之间的情谊 也更感谢捷克的议长 还有布拉格师长 从中牵线 让我们可以完成这么重要的一个捐赠 总统也表达诚挚感谢 说台湾跟捷克是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 各国纷纷捐赠台湾疫苗 日本334万美国250万加上中东欧的立陶宛 斯洛伐克还有捷克收到国际友人的爱心 总共将近600万斤 各国都有口罩光 那我们在那个时候能够雪中送炭 在那个时候呢捐赠了他们口罩 所以我想捷克会感念我们不管这个捐赠的数量 金额是有多大 那么会感念我们在那时候对他们伸出的元首 关键时刻捷克伸出元首 疫情难关当中捐赠疫苗 成了台捷真挚友谊的最佳写照 记者圈圈圈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